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为目前灭共可以说是正式进入了一个执行的阶段 我相信他肯定是比如说从地缘或者说很多起的迹象上有这种看法 我想请隋雷雷先生来讲一下他的这种观点 您讲 我刚才就跟邱氏先生在这聊说进入执行阶段 其实这个话听起来的话还是比较重的 我为什么有这种感受呢 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各种数据也能够支撑这个观点 是因为在真正开始对中共动刀之前的话 要有好几个东西处于一种成熟状态 我们刚才上一期节目聊到说你对第四天一定要有一个计划 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这种政策性质的这么一种方向 而去军队的话 去核去军队的话 去这个列宁式组织的话 可以说就为没有把中共干掉 以后中共的 现在中共国古地上的这些老百姓 别管是以后一个国 几个国 还是什么无所谓 就大家的生存发展 然后西方自由世界提供了一个原动力 这个原动力有了它才有可能去往正常的方向去发展 你只是把中共给砍了 大家不知道往哪走的话 其实那种混乱可能对于整个世界更可怕 好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的话 那么还有其他几个问题要解决 第二 如何把中共干掉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把中共 它毕竟是这个军事实力上还是非常厉害的 然后这个军事实力上等等的话 这些这些这个食物里边这些牌是比较厉害的 对吧 如何把中共给干掉 这个这个得搞定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说 中共现在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武器 特别是隐藏在全球各地的这种朝鲜战了 隐蔽战线了 你得有这种这种对应的方法 我们一个一个说 刚才第一个 刚才上一期节目已经讲了 说第二个 如何从执行上或者军事上把中共干掉的话 现在其实以色列在整个的中东在做的这个事情的话 就是在多次的演练 在军事上把中共干掉的这个过程分几步 第一步的话就是舆论压制 别管是去干这个珍珠党 还是说现在眼看着就要把就要把这个冲 冲伊朗下到了 第一步就是舆论压制 真的是雾天盖地政治正确 没有任何的就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反对声音 反正基本上反对声音你是被彻底的压倒性的这种压制的这么一种状态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 通过情报去摧毁这个 他的这种基于科技的 别管是通信网络了 还是说这个人的心理了 还是说这个真正的 你想当时在这个珍珠党一战的话 可以说几分钟不到五分钟之内的话 干掉了几千人啊 对吧 这种效率这种干掉了以后的话 不光是说你把人搁那儿就说大家没了蛋蛋没法沟通了 没了胜没了蛋蛋没法沟通了 没法去打仗了 对吧 除了那个以外的话 大家不敢用传呼机 大家不敢用对讲机 大家不敢用手机 对吧 你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那几十个小时的时间里边的话 可以想象整个珍珠党里边的这种通信处于一种中断的状态 不敢说完全的中断 你比如说这个老大跟老二发个失定 或者老二给下边一层发个失定 这有可能几十人上百人 这个规模你是可以的 但是之前的话 对比之前的话 可能说老大发一个命令的话 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就能有多少几千人 或者说上百人几千人 甚至三万人就能到什么地方 武器就能准备到一个什么阶段 对吧 但是出了这个事情以后的话 老大再发一个命令的话 可能得需要几天的时间 几十个小时 甚至几天的时间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到 对吧 战争其实需要的就是这么一个窗口 一旦说对方的这些沟通 这些通信 出现了一个断层的话 整个的这种心理上的冲击 和它功能上的一种冲击的话 可以说就造成了说 可以进入下一步了 这是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说从心理上 从这种通信上 给它做一个 就是瞬间的一个摧毁 第三步的话是直接去斩首 同时去摧毁那些 这个大规模杀杀性的武器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媒体上一直在报 大家一直在聊的一个事情 就是一个斩首 对吧 我相信对于习这边的话 可能也是斩首 对吧 你这个你没见过西方 六十爷打仗 冲着这个老百姓去了 对吧 他们一般情况下 就是冲着这几个 这个头头脑脑去的 也知道你是列宁事组织 所以说你的头头脑脑 没有了对吧 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 基本上就是这种斩首的 这个过程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 以色列在做的事情 就是这个样子 你把这个斩首党的几个 几个大头给干掉的话 虽然伊朗在那边就开始 这个立新新王储了 对吧 就是说这个谁谁谁谁 是谁谁谁的弟弟 然后他马上就是 这个第二领导人 哈马斯当时也是嘛 就是马上就立出来一个 谁谁谁 是这个新的领导人 对吧 有用啊 一点用都没用 扔出来一个炮灰 又扔出来一个炮灰 没用 因为整个系统的功能性 就通过这几次的斩首以后的话 斩掉这么几个人以后的话 他整个系统可以说是完全瓦解了 这时候地面部队进攻 这时候斩首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一点 或者说大家并没有 特别着重关注的是 除了斩首以外的话 其实以色列还做了一个事情 就是定点攻击 他有这种 大规模杀伤性 这种能力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珍珠岛的时候 你所有藏在这些楼里边的 这些弹道导弹 对吧 然后你这个所有的这些 大规模的这些杀伤性武器 所有的东西 同时也是一个一个定点清除了 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时间 就把它清除掉了 那么一步完成了以后的话 下一步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地面的一个接管了 其实都不能说是这个 打扫战场了 应该说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接管 接管接管完以后的话 当地恢复正常的秩序 基本上这个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对吧 这套过程一二三步 这么一个过程的话 我相信在中东这个地方的话 是在不断的 除了说以色列 在真正的去处理他的这些抽敌 这些威胁以外的话 本身对于整个西方自由世界来讲的话 是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联兵 是几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联兵 这个哈马斯一战 然后总结了好多的经验 当时这个舆论战是没有准备好 对吧 然后后边有一个这种 翻转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去看真主长这一战的话 舆论战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然后他主要是演练的 可能第二步第三步的 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伊朗的话 我相信的话 这个情况就会更加的复杂 对吧 一个是你需要去跨过一个国家去执行 同样的话伊朗的疆域那么大 你如何去做这种封锁 如何在这个执行同样的这种行动的时候 能够绑得住外边的这个军员 不要进了俄罗斯拉 把这个中共国的这个军员不要进来 那同时的话 我相信这种复杂程度 也会造成了一些新的挑战 可能之前是三步四步 那这时候可能得五步六步 而且中间有个三点一四点一 二点一二点二点二二点三 对不对 大家去训练或者是演习 或者说去试验的这个东西会更多 所有的这些总结 就会造成一个什么呢 造成一个说 整个西方世界现在是在有条不紊的 在为拿掉下一个更大的钉子 比如说这个中国国 比如说这个俄罗斯 在做一个这个预演 同时的话 还有一个要求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一定要 就是说刚才刚才说 要准备好的那么几点 下一个要准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一定要有一个能力 让西方自由世界去各个击破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在这个乌克兰战场 可以说乌克兰 整个的这个战局 把俄罗斯给拖的可以 那么现在比如说 这个中东的这个战局来讲的话 可能俄罗斯会去搞一些这种情报了 一些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那个能力 或者说并没有快点他做动作去分心去 去去去去在这边造成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支援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话 整个的这种 这种脱拽 或者说把他这种牵扯 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这个牵扯不光是说俄罗斯 在跟这个乌克兰 在跟俄罗斯在正面交战 也包括说就比如说俄罗斯去做 比如说他戳一个别的事 比如说往欧洲扔两颗导弹 对吧 那这种事情的话 你怎么去放 把大家的这个视线一下去转移了 或者说认为说还是有能力的 对吧 这些事情其实 节目里边也说过无数次了 就是说 现在乌克兰 别管俄罗斯 你做什么事情 乌克兰打你都是应该的 对吧 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 做任何的事情 反正乌克兰打你都是应该的 基于这个来讲的话 可以说是把它给控住了 把这个人给定在那 把这个俄罗斯这边给定在那 让他没办法去直接 或者说全面的去参与到一些事情当中 那么我相信以后去 干掉中共国以后的话 也会成在这种状态 当然中国国跟这个俄罗斯 因为接壤 他离得比较近的话 当然这个当中的这种复杂程度 或者说这个复杂程度会多的多的多 好 基于以上几点的话 就是说一个是第四天已经有方案了 那么战争解决问题也已经有方案了 第三的话 这种牵扯这种整个地缘政治的牵扯 已经有方案了 那么现在的话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你如何去应对 中共国有一个这个 这个相当于说这个秘密武器 不是独门暗器 就是它的朝鲜战和它的这个隐蔽战线 那么这个东西用一些什么方式去解决呢 比如说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中共一直认为这个人多力量大 或者说这个搞这种群体战术 群体攻击对吧 反正就是说当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觉得西方世界没有办法 伊朗对对以色列最近去扔的是 已经大票了这种这种弹道导弹 其实已经证明了 从事实上科技上已经告诉 告诉这个邪恶中心说 你之前认为的这种群体攻击 这种人多力量大的这个办法的话 其实已经没用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的话 就是说之前可能只存在于 科幻电影里边的话 你认为说上面有一个什么这种 隐藏的这种保护罩对吧 然后什么东西都打不进来 可能只在这个科幻电影里边看到 但是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 以色列应对伊朗的这次袭击的时候 其实就是就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真的 你打过来之后的话 你是打不进来的 对吧 这个你想伤害本国的国民 你是打不进来的 就相当于说之前可能说 中国国想了说 我扔一颗米粒 然后砸你不一定砸得着 对吧 我直接倒一袋米 把一袋子米直接撒 撒向你 总有一颗打得到 对不起 现在已经证明 你即使撒一袋子米过来的话 你还是打不着 这是一方面 同时的话 这个 台军现在已经在 美国已经训练了好长时间了 这个事情其实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台军允许在美国训练的话 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 之前我们在台军内部的一些 这种中共的这些协力 其实从事实上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 为什么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因为 如果他清理的有问题的话 那么你去跟美军对接的时候 他的口令 他的系统 你的系统跟他的系统对接 肯定会涉及好多涉密的东西 如果说当中的这种清理 或者说应对中共内部的这种间谍 不成熟到一定程度上的话 以美军的这种高保密 而且说是比较这种独断专行的 这种风格来讲的话 肯定不允许你跟他有任何的这种 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对接 对吧 那么现在爆出来 比如说抓了一个间谍 去那装个学生 去搞拍摄的这些事情的话 也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说明说 整个我相信 在美国从系统层面上来讲的话 谁给谁挖坑 或者说这个钓鱼制法等等的话 已经有了一整套的应对方案 来解决什么呢 解决中共在这个台湾 去埋着这么多的线 我相信台湾是一个例子 那么好 中共在美国埋着线 我们现在肉眼可见的 在一个一个的往外挖 对吧 那么CIA 今天也发出来了一个中文的 就说你如果想跟CIA合作的话 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对吧 而且那里边我们更为显眼的 有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 比如说像伊朗 像俄罗斯 像中共国这一类的话 你不要用它的VPN等等的话 这个事情非常大 CIA 这是一个美国 你可以说的 这个想当当的政府机构 直接说 这个中共国 是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 第一 第二的话 中共国跟谁并列呢 跟伊朗并列 跟俄罗斯并列 那么你如果不谈中共国的话 你就谈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如何 你谈美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如何 对吧 那中共国跟这几个 这几个关系是并列 是完全是并列的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 其实我拿CIA这个事情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这个事情会造成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黑名单 一个叫做白名单 你可以试想 当CIA去让中共国的老百姓 或者是全球的华人 去参与到这个事情当中的时候 他肯定是冲着 把中共给灭掉去的 对不对 那么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首先它的服务器也好 它的这个邮箱也好 肯定会爆掉 就是说 我们就是随便摸着头 一猜就能猜得出来 那么他敢这么做 说明什么 说明他AI去 通过AI去捋这里边 哪些是真实信息 哪些是假信息 哪些是红色的攻击 哪些是有效袭击 这个算法已经成熟了 第二的话是 如果你来了这么多的攻击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理所当然的 说顺着你的攻击 去找你的源头 看见你个人是谁 看见你组织是谁 看见你的这个 背后的这个推动力是谁 对不对 就是谁给谁挖坑 可以说 我可以想象 这个习的新型安全部队 肯定会去搞这种 洪水攻击 但是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 就是我就说 今天发了个推码 说这个别不信习 你只要敢做 敢做这个事的话 美国就很有可能 给你一锅端 就连你的硬件 连你的什么 这套系统 给你搞得清清楚楚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坑 对吧 我知道你会过来 给我搅和的话 我肯定要通过利用一下这个机会的话 去建立一个黑名单 那么 第二的话是 真正愿意去加入到这个 灭供的这个普通老百姓 其实现在门槛蛮高的 因为你跟 如果你能证明你发信的话 你不是 不应该进到他的黑名单里面的话 那么 你要证明你的情报是准确的 你的情报是足够经得起验证的 而且说对这个事情能够起得了作用 而且是多次几次以后的话才能够验证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的话 现在进入到白名单门槛 其实要比几年前要高的多的多的多 那么大家是不是要躲吗 绝对不要躲 这可能是最后一班车了 别管这个信息是重要不重要 甚至说你可以写的清清楚楚 这个东西可能我并没有验证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对 对吧 即使这一类的信息 我记得当时跟那个斯林商校 发邮件的时候 他就他们团队来回邮件的时候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小 或者说这个事情只是可疑 你没有证据你就不说 对吧 他可能就是一个大的拼图里边的一小部分 对吧 你就有了情报 你就分享 你就发就好了 那么至于说怎么用这个东西 到底是赞啥的话 CIA他们自己会去做这个判断 并且去进他们当做的这个工作 那么这里边就是说 就像CIA发的一个帖子里边的话 个人的隐私安全 用SOR 用这个暗网的那个SOR的那个软件 或者说用VPN等等的话 对吧 一定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安全 因为中共可以说 我可以想象 网络安全部队 应该说包括他们的这种内保 情报部门 应该说是全面启动 因为CIA已经宣战了 相当于说 好 那么整个的 就回到刚才这个大话题来讲的话 整个美国的系统 可以说对中共的超前站 别管说隐蔽战线也好 你的这个九层腰塔 十面蛮腹也好 还是超前站 其他的也好 来讲的话 所以已经现在非常比四年前可以说成熟的多的多的多了 对吧 最后一个因素灭工的因素是什么 民意 可以想象现在整个的 你说美国也好 还是说这个欧洲也好 整个的这个文明世界国家来讲的话 对中共的这种 已经不是说是厌恶了 就是说敌意 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民间的这种 这种已经形成了 对吧 你一提中共的话 基本上大家脑子里边想的 就是另外一个伊朗 另外一个这个朝鲜 可能说觉得这个还有一些这种经济上的一些牵扯等等的话 但是你说要不要去这个福克斯了 绝对不去 对吧 你要不要去这个搞一下这种文化交流 我靠你这不害我吗 这个孔子学员躲还躲不及呢 对吧 这个民意已经成熟了 基于以上的这么几个几个条件来讲的话 我自己感觉这个 怎么讲 就是说 现在可以说 因为刚才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成熟了 那么事情到了这个地步的话 往前推就是直接把中共灭掉 可以说现在做的好多的事情 就是为了把中共灭掉 而在 而在 而在这个稳步的往前进行的 一字平溃的在往前走的 教授给您 齐龙时先生 好的 非常同意啊 就是尤其是CIA的这个效益 我也看到 就像CIA的 他肯定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他一定是做好了 这个非常非常深厚的这种准备 其实比如说应对你的这种 近期误导轰炸啊 然后一系列的事情 他是肯定是做完了这些准备 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 比如说AI也好啊 还是说 他的 之前 这么多年深厚的这种情报分析的这种各种工具也好 他一定是会有这样的手段 所以说中共当然他的中共一定会去 这个是也不存在任何疑问 就是他一定会觉得他很牛 他用他的手段去发动这些虚假信息啊 什么之类的 他一定会去 这里边当然会至少得有九成是他那边过来的 这个这个这种虚假或者干扰的这种信息 但是他提到的这个不友好国家 对吧 这是在咱们之前很长时间都没有 其实在这个中共还依然拥有这种 竞争伙伴这种地位的时候 你是不可能看到这种 所以说种种迹象 就是很很小的很不经意的地方 人家透露出来的这个信息 但那是谁啊 那是CIA说的啊 对吧 那这个这种就就就就其实就非常明确 而且他的他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在干一个这个非常有准备的这种信息 或者这个情报站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步骤 所以说这个当然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这个重大 就是我相信中共他也也也能理解到这个层面 只是说那不去解读很多的这个 为什么讲刚才那么多点 就是说灭共进入了这个 实际上正在执行的这样的阶段 也帮我们就是很大程度上去厘清 我知道就是尤其是卢德社观众 肯定都非常的这个这个 一直有这种焦急的这种心理 但是我们去可以从这些种种迹象上 去看这个实质的这种进展 我觉得非常的听到这些分析 觉得也很有信心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 您还有什么不同 您请您讲 我在分享几个小事 第一个事的话是一个小的消息 我们那个做节目的时候听到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就是青海这边有一家人 这个下水高中毒的这个事情 当时在新冠出来的时候 其实也是说 我就一直还是这个观点 就是就相当于一个路测 就是对于对于这个中共放毒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路测 就相当于一个β 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玩意 到底有多厉害对吧 拿出来试一下吧 先往自己老板先上试一下 然后一试 发现我靠这么管用 那就那就那就直接顺利推举 进行下一步吧 在这个事情上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国的黑客 对美国整个的这个基础设施的 这种这种渗透啊 包括说一些一些这种摸底啊 等等的话 一些破坏的话 所以一直在进行当中的 下水道有一个特点 下水道都是连在一起的 别你你总能找得到 这个下水道的这个 就大家汇聚到什么地方 这一个区域里边 汇聚到一个什么地方 一个总的一个大的排水管道 里边甚至能开进去车的 这么大的一个管道 对吧 所以我相信的话 如果中共国想在这个地方 使这种坏的心眼 它是能做得到的 这是一个小点 然后下一个就是说 刚才说到这个民意已经成熟了 我们之前的话你说 就中共经常干这种事情啊 在这种搞什么游行 然后举这个他这个雪旗 对吧 然后这个这个到处去 什么党旗什么雪旗 在比如说纽约啦 什么什么洛杉矶啦 这种地方去搞这种游行 对吧 那么现在的话 你看得到的 整个的这个新闻报道 这个局面是什么 出来一个马上骂 出来一个马上骂 就说哎 你看又照着谁了 肯定跟中共有关系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不能允许这个中共 在这个美国搞共产主义 全部都是这么一种状态 直接指向的是什么 直接指向的就是说 我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 你能不能扛一个纳粹的旗子 去美国的街上去游行 你可以理论上讲 法律上来讲的话是可以 但是你只要敢这么做 旁边的围观的人 然后然后这个报道的人 都会给你直接直接骂到这个 有可能直接进监狱的 这么一种状态 他做的这个事情 可能并不 并不违反这个第一修正案 对吧 但是呢 因为 并不影响言论自由 但是 大家的这种意识 情感意识 然后这种 这种群体意识 已经决定了什么呢 不允许你这么干 就是说 跟第一修正案 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么好 现在中共在 美国干了好多这种事情的话 其实也属于 它这个超线战的一部分 对吧 可以说 从无意义上 从这个 政策上来讲的话 已经完全有应对方法了 然后下一个小的消息 是这个 路德先生在讲的一个东西 叫做那个 millimeter wave radar 叫什么 这个毫米级的 这个波 毫米波雷达 毫米波雷达 对吧 这个东西呢 这个 其实是一个 网泛民用的一个东西 可以跟 如果这个有听 我相信就是技术宅 可能好多人都知道 但是这个 我相信这个 可能中共的这帮猪脑子 也没几个人知道的 这个东西 首先第一的话 你得需要芯片 那芯片的话 这一类的芯片的话 你只要买 肯定得找美国的这家公司 买什么TI啦 什么这些公司 对吧 去找这些公司买 好 你买到以后的话 你这个 这个猪头 不是在这个地堡里边 这个多少多少米深 然后又是什么郊区 又是什么 这个学校底下 对吧 你要不要用 这个路由器 你要不要用手机 对吧 所有的这些东西上的 这个WiFi芯片 你只要用WiFi 有这个芯片的话 对吧 那么有没有可能就出现 这个搞这个 珍珠岛的这个事情 用着用着 一下就给你爆掉了 对吧 但是那还是轻的 重的是什么呢 重的是 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个雷达传感器 对吧 可能说不像是这种 什么光波雷达 或者说这种光 就是基于光的这种雷达 那么的这个先进 对吧 但是说 因为你有手机 因为你有各种各样 这种电子设备 这种这种ROT的这种设备 智能家具的这种设备的话 只要有这个东西的话 周围 所有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习在学校底下的 这个地堡 对吧 我如果炸的话 我怎么样能够不保证 不把这个学校给 给小孩上到 但是还能够把习的办公室 给炸个地儿朝天 你底下整个的这些结构的话 给你探得清清楚楚 就换句话说来讲的话 呀 这个哈密内伊 然后这些邪恶周星的人 一直认为自己 这个牛逼的不得了 对吧 可以用这种图案法 什么这个地道战 地雷战 可以给你搞 搞这个 搞搞这种 什么什么 铁道游击队 这一类的话 但是整个的这个 我们看到中东 中东最近发生的 这件事情的话 可以说西方自由世界 已经有一套成型的技术办法 去应对这些流氓国家 用的这种 这种传统上流氓的这种方式 那么我想说最后一点 其实跟这个相关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会发现 自由世界做事 有一个规律是什么呢 相对实力弱的敌人 他就会用相对弱的武器 相对实力强的敌人 他就会用相对强的武器 这个强的武器 有可能是你不知道的武器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袈裟这边解决的时候 你发现就是地面部队 然后导弹轰炸 然后地面部队 然后基本上都是 大家还知道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很快的去解决了 对吧 然后总结经验 你是不是舆论有没有做好 之前有没有做好 对吧 大家其实想的是 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得完美 做得人道 做得完美 做得精准 做得伤害最小 符合人权等等的话 讲的是这些事情 而遇到政治党这个事情的话 就给你漏了一首 对吧 就是想不到五分钟 战掉几千人 对吧 这个东西的话 可以说出现之前的话 在这些猪头的脑子里边 认为说 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谁练气功又发功了 对吧 学学的东西 就出现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伊朗现在对这个 以色列 已经把这个把柄 已经送给以色列了 对吧 那么去干伊朗的时候 会不会因为伊朗的实力 因为这个情况的复杂 会不会出现一些这种 认知以外的一些东西的话 我是非常期待去看到的 那我相信以后 再去做这个 做掉中共的时候 应该也会露出来 这么棘手 对吧 因为中共国更复杂 这个习的这个地方 可能建的更先进 对吧 如果说经过这些评估 我相信现在已经在评估 就比如说 干这个 做掉政治党的 这个 这个 方案的话 整个他的评估 他的计划 然后他的整个的 这套系统的话 是十几年的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你说做掉习的 这个计划 现在是还没有启动的 我绝对不相信 我相信就是说 把这个 把这个猪头 斩首的这个事情的话 已经 可以说是策划了 策划已久了 那么 关键是说 有没有必要 露多高级别的 这个 这个科技 对吧 有没有可能用 这个没有那么高级的科技 就先给他 给他 就给他做掉 这样的话 不需要去协力等等 相信这个东西 才是这个关键 所以说 整体上来讲的话 可以说灭共 真的是一个 进行式的一个过程 很有可能就是说 首先是稳步推动 我觉得就是 洛杉先生说那句话很对 不要急 为什么不要急 这个急不是说 西方自由世界 不能把习的脑袋 给摘下来 而是说 各种各样的运作 他需要一个过程 立法 走程序 资金等等的话 这种审批 包括说 你比如说伊朗 现在你得 你得让伊朗 给你一个这个把柄 设计这个把柄 什么这一类的话 或者说 等这个把柄的话 你得需要时间 这些东西是需要 一个过程的 但是我相信的话 就是说 以现在这个规则 特别是说 中共把这个 就杀了几百万人的 几百上千万人的 这个拿病毒杀 同时的话 也在 现在还在 什么马爆病毒 然后这 各种这种 新冠病毒的变异了 对吧 还在做这个事情 完全没听说 基于这些条件来讲的话 那么把中共 给做掉的话 这已经不是一个 yes no的一个问题了 这个东西 肯定是一个道路 肯定是一个 大家已经在追求的 一个结果 关键是达到 这个结果之前的话 如何把这个方案 给设计的 就是说 从 之前到第四天 都能够达到 一个完美的结果 这个事情是需要 一个成熟的 一个过程的 也非常期待 这一天能够 尽快的到来 将会给您 起落实现 好的 非常认同 而且这个 自由世界 或者这种 很先进的技术 它肯定遵循着 这个 就是 构用原则 对吧 也许我 这是很多储备 但是 这个我能 少漏就少漏 它肯定是 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最震撼的 就是它这个 同时 比如说 这个 巡护机爆炸的 这件事情 而且 之后 透露出来说 它什么 就因为这个事 准备了十好几年 什么之类的 就是 那是 很有可能 是这边主动说 给你一个 很长的时间 让你缓一缓 原来 你要策划 需要准备 这么长时间 其实我觉得 不见得需要 就是 说的 说的好像 这个更笨拙一点 而就给他们 个心理缓冲 但是 我相信 到对付中共的时候 一定有这个 咱们肯定能见到 比这个要先进很多 或者说 难以想象的这种状态 另外 有一点就是 刚才 斯林林刚刚讲的 比如说 他整个以色列的这种 在执行这些计划 你从他那个步骤 都就能看出来 他真的是 早有准备 比如说 这种 这种 舆论的这种 工作 就是 我先 我把你那个 东西都藏在哪 这种 三维模型 这种 这种视频 都已经 爆出来 它是非常有步骤的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 他 爆这些东西 他本来就 原本我这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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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据 这个 正义制高点 正义性 但是 他依然会做 足够的这种工作 因为之前 美国也吃过 很多次这种龟 比如说 你干得好 之后 比如这种 这种 那舆论 或者宣传的工作 没做好 那就在 国内引起 就是让那些 钻空子的 这个 这个邪恶 以防 他会钻 有 有 空子可 钻在你的 这个阵营里边 就是搞 搞很多事情 但是他这次 就是相当的严密 就 以至于 国际社会 你无话可讲 对吧 他想表达 他抗议的那些 让他就是 而且他 就是该干 该去出来 抗议会 他也表达了 但是他就显得很无力 就把他整个的 这边的回应 给 其实在这个战场 舆论战场上 完全给他打回去 所以 就像说的 这所有这些工作 都是都需要时间 当然 正义这一方 他也是占领 这个绝对优势的 好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CWK先生 您看 谢谢 好的 感谢各位收听 辛苦 咱们下回再见